一跌倒就骨折 台灣兒童百分之百缺鈣 國健局之前有調查發現 每天攝取的鈣 大概有七成到八成 攝取量是不足 家裡的小朋友 或者是青少年 應該就夠了吧 錯 他們甚至有高達百分之百 每天攝取的鈣是不夠的 對 缺鈣只是我們想的骨鬆 它可能會引發抽筋 骨鬆 關節炎 甚至筋痛 都跟缺鈣是有關的 今晚10點 東森綜合台32頻道 醫師好辣 醫師好辣